抗击疫情 中国人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一位法国专家称发现了这种能力令全球生畏 尽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日前一位法国专家宣称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诀 中国之所以能迅速地恢复发展经济 是因为中国人拥有最令世界生畏的高度自律能力 但是他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了不起 什么叫自律 就是不需要外人监督也能自觉限制自己的行为 在抗击疫情方面来看 就是所有中国人能够一致行动 说居家隔离就居家 人人都能做到轻易不出门 再无聊也不会去参加聚会 说戴口罩就全部戴口罩 几乎没有人质疑戴口罩到底有没有用 南非媒体在5月初也表示 要想战胜病毒就得像中国人民一样自律 南非媒体表示 全球只有在中国 不需要政府派出强力部门上街执法 就能实施居家隔离令 中国民众几乎没有一个人调队 他们更愿意牺牲个人利益 来保证集体目标的实现 这也是中国取得不断成功的秘诀关键 德国专家弗兰克西伦 近日在接受焦点周刊采访时也表示 起初西方人对病毒的传播 表现出了一种很傲慢的态度 甚至认为这场疫情 不应该影响自己的自由 现在来看是无奇之谈 中国之所以能快速从疫情中走出 经济开始全面恢复 除了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外 与中国民众展现的更高自律性有关 自律性对个人来说 是保持良好生活工作习惯的关键 从一个国家层面来看 能够转化为一种可怕的动员能力 中国人在遇到危机时 首先想的不是自己会受多大影响 而事先保证自己不会给社会添麻烦 也就是绝对不自私 我们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 战斗在第一线 但是可以保证不让别人的努力 付诸东流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很多人都在家里无聊中度过 几乎没有人有怨言 最终创造了一个防疫奇迹 相比来看 西方国家先是对病毒轻视 等疫情大爆发了 还在讨论要不要戴口罩 民众在封锁区域内该聚会还是聚会 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所谓的防疫成绩 也是靠警察在街上 拿着棍子对民众的教训得来的 而南非甚至要出动军队 才能实施居家隔离令 就算是防疫更硬核的俄罗斯 也出现民众轻视疫情的情况 最终导致疫情全面蔓延 世界就是这样 没有对比就永远没有差距 中国人民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够为了集体利益做出牺牲 战胜任何困难 这是很多国家所没有的 这也令全球人士生畏